NASA探测车2022将上月球南极找水滨 NASA计划用机器人探测车在2022年到月球南极找寻水滨 NASA的VIPER是毁发5调查极地探测车的缩写 车子大小和高尔夫球车差不多 根据NASA新闻稿指出 VIPER将花大约100天时间使用中子普计侦测 月球表面下潮湿的区块并收集数据 一旦侦测到这样的区域 VIPER便会部署一公尺长的钻头 钻入土中近一公尺裁切土壤 这些钻出的样本会用另外两个探测车上的器材分析 分别是直谱仪观测月球行动M-SOLO 和NURBS近红外挥发性光谱仪系统 VIPER也会收集月球南极不同的土壤环境 被日光或不同温度影响的数据 这些数据能让NASA画出月球可能会有水源的地点 NASA表示月球提取的水源可能用来做火箭的燃料 或转变成太空人的氧气 VIPER是NASA的月球发现与探索计划的一部分 NASA'的月球开始 感谢观看